大家好,我是Brian,陳安立 又是時候跟大家回顧上星期有甚麼精彩節目 我們觀星台 上星期的Finchy Scope請來毛特兒公司老闆 周世隆夫婦跟大家說說開一間Model公司 背後的點點滴滴 還會說說究竟一個成功的Model 背後需要具備甚麼條件 不知道我有沒有機會 發掘漂亮的人 以前我們真的在街上自己看見 很漂亮,你比你英俊 就過來問你,有興趣嗎 公司出名後真的有很多慕名的自戰 很多… 等於有些人會寄信進來 你每天都不停在看新人嗎 通常我會錄影後面那一段 有些同事會幫忙收集他們錄影 我已經是最後錄影 那麼多新人被你選 那最後你是憑甚麼他覺得那個人行不行 因為始終未碰過,你不知道 那你只想看他漂亮還是看甚麼 看我老婆這樣,直覺 很簡單,舒服,真的 即是一個第一印象 即是我甚麼時候都覺得 喜歡的東西是舒服 眼圓 即是乾淨 即是不要太太太重 那應該就不行 秋天就到 其實男性一向都很懶 很少管你的皮膚 所以今集的女皇家到 就教大家男性們 怎樣護理那些越來越乾皮膚 兄弟們,記得看 入到秋後 我們的身體狀況 自然會開始出現一些問題 尤其是我的乾性皮膚 一到秋天,我的臉很乾、緊甚至痕 所以我覺得很多產品 一定要找一些保濕產品 所以這一支的產品是非常好的 因為除了24小時可以保濕外 為何可以做到24小時保濕 就是裡面更加可以幫你再做一些水 自我可以增生一些水分 令你保持久一點,皮膚可以保持水分 很多產品都會說到的葡萄紫精華 其實都有很好的保水作用和鎖水作用 可以護膚、護膚、遮蓋我們的皮膚 亦可以令皮膚可以增加光澤 希望這個秋天,大家手手腳腳 女女愛愛都得到滋潤日 美麗打造 女王家道 上一集的《海棋的天空》 今天邀請來的嘉賓就是Karen莫文蕙 Karen有感而發話 自己愛情路上一直都是沉沉覓覓 不過她也很開心 因為現在終於找到她的Mr.Right了 你這麼快決定結婚? 咦? 不如結婚吧 好像那個… 鑑爪 有鑑爪 這個鑑爪很早就有了 對,那確認 17歲不懂 其實也很傻 我17歲想起一些東西 當然是很喜歡帶對方 但覺得 還有這麼大的世界 等著我去發掘 或者我會認識到更好的人 小時候當然會這樣想 你是不是中間這麼漫長的時間 即使在拼搏 你也會跟她有聯絡? 其實是沒有聯絡的 隔了十多年後 才是學校的聯絡 很多同學都聚集了 所以起碼會有聯繫 但還是要再等很多年才到達 那個時機才到達 聯絡時有沒有… 即是你有間鑑嗎? 有甚麼事 因為很多其他… 尤其是鬼仔同學 可能十七、八歲 是很英俊、很棒的 但原來一到三十 就一會兒又開始光頭 又大肚腩,完全離開 她完全是一模一樣 我卻更加漂亮 我卻更加漂亮 所以有眼前一亮的感覺 怎樣開始 你指的是她很自然 朋友的傾訴 是… 她算是… 她從頭追過你 和我所謂表白 是… 你當時心裡有意思嗎? 最多不會很認真地這樣想 不敢… 沒有奢望她 對,因為太離譜了 即是…真的沒有的 即是… 你拍戲也嫌棄老套 可不… 你說現實生活這樣發生 在自己身上 是不會的 別想… 即是… 對,我覺得自己很天真 但怎知原來有些事 是真的會發生的 未來一集的Fusion搞作 請來的嘉賓 就是Jason、陳柏宇 和Fiona、馮希瑜 他們倆除了有機會試吃 我CAN煮的Fusion菜之外 更加會大玩這個月餅遊戲 刑中秋 好,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下次再見 中秋節快樂 拜拜